第十四章 约翰宅被希律被斬 那时分封的王希律 听见耶稣的名声 就对神捕说 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 所以这些义能从他里面发出来 起先 希律为他兄弟肥力的妻子 希律底的缘故 把约翰拿住 所在监里 因为约翰曾对他说 你娶这妇人 是不合理的 希律就想要杀他 只是怕百姓 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 到了希律的生日 希律底的女儿 在众人面前跳舞 使希律欢喜 希律就起誓 应许随他所求的 吸他 女儿被母亲所使 就说 请把施洗约翰的头 放在盆子里 拿来吸我 皇便幽愁 但因他所起的誓 又因同质的人 就吩咐吸他 于是打法人去 在监女斩了约翰 把头放在盆子里 拿来吸了女子 女子拿去吸他母亲 约翰的门徒来 把施首领去 埋葬了 就去告诉耶稣 吸五千人 吃饱 耶稣听见了 就上船 从哪里独自 推到野地里去 众人听见 就从各城里 步行 跟随他 耶稣出来 见有许多的人 就怜悯他们 治好了他们的病人 天将晚的时候 门徒进前来说 这事野地 时候已经过了 请叫众人散开 他们好往村子里去 自己买吃的 耶稣说 不用他们去 你们吸他们吃吧 门徒说 我们这里 只有五个饼 两条鱼 耶稣说 拿过来吸我 于是吩咐众人 坐在草地上 就拿着这五个饼 两条鱼 望着天 祝福 抹开饼 递给门徒 门徒又递给众人 他们都吃 并且吃饱了 把圣下的零碎收拾起来 装满了十二个男子 吃的人 除了妇女孩子 约有五千 耶稣 耶稣 离海 耶稣随即 吹门徒上船 先到到那边去 等他叫众人散开 散了众人以后 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 到了晚上 只有他一人在那里 那时 船在海中 因风不顺 被浪遥陷 夜里四更天 耶稣在海面上走 往门徒那里去 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 就惊慌了 说 是个鬼怪 便害怕 喊叫起来 耶稣连忙对他们说 你们放心 是我 不要怕 彼得说 主 如果是你 请叫我从水面上 走到你那里去 耶稣说 你来罢 彼得就从船上下去 在水面上走 要到耶稣那里去 只因见风甚大 就害怕 将要沉下去 便喊着说 主啊 救我 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 说 你这小顺的人 为什么疑惑呢 他们上了船 风就住了 在船上的人 都拜他说 你真是上帝的儿子了 他们过了海 来到隔离撒离地方 那里的人 一认出是耶稣 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 把所有的病人 带到他那里 只求耶稣 准他们摸他的衣上垂子 摸着的人 就都好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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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